欢迎收看洛杉矶华人资讯网的直播现场 我是主播丽娅 那在上期节目当中的提到 现在近视是一场隐形大流行 席卷了全球 尤其是在华人社区 有高达84%的华人 需要佩戴眼镜 或者是眼线眼镜 但大家知道吗 就这个人他老了 他上年纪之后 很多他是近视眼和老花眼一起来 他是远的看不见 近的看不清 这可怎么办 你是手里拿着好几个眼镜 然后每天的生活都是在模糊当中 那如何能够一招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也是有办法的 今天节目就邀请到的是 IQ Laser Vision的创始人Dr. Robert Lin 为我们来讲解这个话题 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刚刚说的 你说近跟远 远都看不见 对 你还没有加 中级的也看不见 是吗 你还没有接受 因为你太年轻了 因为我跟你讲 是因为我邻居 我邻居是在上个月刚做完 这个近的远的 他讲的就是说 他开车有一个眼镜 他读书还有一个眼镜 但他没有讲到 他中间还有眼镜 电脑还有一个眼镜 电脑还有一个眼镜 好吧 那就是可能是 就没有你看清的时候了 对吗 对 所以为什么有这个情况 如果你是150度左右的近视 你这个地方都看清楚 你到你70岁80岁都没有问题 可是你到那个情况 你不能拿来这么近 因为如果你是200度的近视 是这里最清楚的 300度是这里最清楚的 500度你是这里近的 1000度你是这里最清楚的 所以如果你是1000度 你不能方学嘛 你都是这里清楚 没有用嘛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是100度 还可以接受 就是这里的地方都清楚 你越来越老花 你也是不能拿来这么近 你要拿在那边 所以我们几百度可以做手术 就是看你的要求 自己的要求 还是工作的要求 那像这种老花和近视 它同时存在 就我原来一直听到一种说话 就是近视你不用管它 你知道吗 你到老了之后 它就自动就就就就 就跟老花就中和掉了 为什么会有人能够中和掉 有的人他就是又老花又近视 所以我刚刚就是说 看是多少的近视 就要看它多少是度数 能不能跟老花就度数 配合得起来 对对对 所以有一个情况就是 如果我不要戴这么多眼镜 我做一个雷值视角症 还是一个ICL 我怎么可以都看清楚嘛 对不对 有办法 如果你平常是 LASIK跟Smile 60岁以下的人 我们找一个办法 叫blended vision 而ICL 55岁以下的 我们也是刚 什么叫blended vision blended vision 就是两只眼睛睁开的时候 都会看清楚 可是我们会选一个眼睛 保留一点点的度数 平常是50度 可是有时候我们会比较多 看你的年龄 保留50度到100度到150度 可是你两只眼睛睁开的时候 很清楚 可是如果你一只眼睛按 一只眼睛按 就一点没有这么清楚 清起来很奇怪嘛 对不对 像我是用一只眼睛看 没有 这是blended together 因为你的头脑的signal 因为差别没有这么多 你都可以看清楚 你看我的自己的情况 现在我告诉我是54岁 我24年前 我97年就做雷值视角症 那时候我700多度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30岁 因为你现在随着年龄 30岁 就是平常38岁 开始我们会做自己的检查 看你的 你需要什么 对不对 很多人就是度数比较高的 会回退 特别他们更年轻人 回退了50度 不是我们的所述就是回退 是自己 就近视了 对 家境是眼球比较长一点 OK 还是水晶体有变化 那是年纪大一点的 后来我就是 very lucky 我一边就是 变成有50度的近视 所以你很幸运的 天然的变成 天然的变成blended 所以我就知道 我用我的experience 我说 这个非常好 所以我们很多变远 就是38岁以上 我们就开始给他一个选择 你要full correction 还是要blended 因为我们知道 以后会老化 我们做所述 我们要花这么多钱 要做一个所述 当然我们就是要 最好就是不要带眼镜 明白 他等于说 它是一个long term的solution 对 就是为了你20年后考虑 这没有几个重点 我觉得有很多重点 值得画一下重点 首先就是说 又老化又近视 和近视和老化综合 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是因为你的度数 像Lia 1000度的近视 我要不做真不行 因为我 然后我得多少老化 才能够综合得了这个近视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刚刚林医生所说的 就是一个眼睛流50度 可能你左眼右眼 分别看没有那么清楚 但是两只眼睛 结合到一块之后 效果竟然比单眼的更好 这是存在的 那林医生在这边呢 就可能会在提前 还没有进入到老化的时候呢 替你预留出来 这个老化的这个空间 这样的话 你到老了之后 就会有更多的 还有就是我刚刚注意到您讲 您说像60多岁 也可以做激光 但是之前我了解到的知识 就是好像激光 能60多岁的人做吗 还有EVOICL有讲到55岁 那像老年人 他们做这个激光 跟年轻人有什么不同 当然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眼睛就比较干 比较有情况 就是不好的 有可能会长白内障 所以我们当然要帮你检查 恢复会慢一点点 可是我们这个手术 其实很少恢复的东西需要 就是马上做就很清楚 如果你60岁以内 我们可以考虑做LASIK Smile 我们帮你调整这个Blended Vision 还是如果你说 我不管我要戴老花眼镜 你也可以这么做 我们这两边都是看远的 可是平常我不会推荐怎么样 我们平常会流超50度 这个50度真的帮助很多 因为电脑都可以看到 过来这个手机 你拿远一点可以看到 所以非常方便 因为我54岁了 我平常我都没有戴老花眼镜 我没有老花眼镜 我也没有远的注视的眼镜 所以都是很清楚 那个ICL他们批准的时候 是45到45岁 他是说21岁到45岁 可是为什么我说 你18岁就可以做 为什么你 我说55岁可以做 因为我们做一个批准设备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拿最健康的病人 所以当然他们不要有 青光源其他的其他的病 他们要马上要做这个研究 在美国做 他们是very rigorous 一个trial要做很久的时间 所以他们肯定要成功 所以他们会找最健康的病人 可是我们有看报告 91%的病人 18岁 他们都是已经稳定了 可是9% 18岁没有稳定 可是25岁的人 也是有人没有稳定 那个也是我们不能做的病人 所以18到21 我们看你的情况 我们看你度数稳定 度数稳定了 我们就可以做 45岁到55岁 如果你没有白内障 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也是可以做 那老花要到多少度以内 才能够通过像激光 或者是说ICL的手术 能够帮他通过blinded vision 这样的方式矫正过来 就是超过多少度的老花 这样做可能就不没法做了 老花不是很容易可以measure 没有人在measure你多少老花 老花的度数 它不是能够准确的 我们有机器可以measure 可是actually 你度老花是看你那天累不累 看那个光线 现在我们还没有跟你讲 就是治疗老花 就是一个换一个水晶体 对 它那个换水晶体 说有这个多角晶体 然后也有单角晶体 我邻居呢 实际上就是在上周 刚在林医生这边 做了一个多角晶体 它那个很有意思 就是它又能看远又能看近 而且它一开始 手势完之后 它看不太清 就好像它得跟大脑的信号 得要先对一下 然后过了大概一个礼拜 它就看见了 要不然一开始 它看好像什么都是模糊的 这个是什么原理啊 就是像你配一个新的眼镜一样 就是头脑还没有习惯 平常都是习惯看什么东西 已经30年50年60年这么样的 我们帮你换一个不一样的信号到你的大脑 你要一个适应的时间 这样手术复杂吗 这样多交晶体的手术 其实这个手术是非常安全 所以最安全当然是眼镜 戴眼镜 戴眼镜 都没有风险 可是 很麻烦 麻烦过来 东西都是 如果高度镜子 你知道东西看得很小 旁边没有看到 过来越来越重 过来就是不好看 很不方便 LASIK跟Smile 跟这个ICL 都是在角膜上面 还是在眼睛你前面的手术 那个非常安全 因为都没有失明的可能性 最不好情况也是视力差一点点 这个水晶体 换水晶体 风险是多一点点 OK 可是我们拿出来 平常这个水晶体 不是很硬 比较容易拿出来 如果你等到你的 你的白内障已经很硬了 比较不容易拿出来 第一 第二 很多人都是比较轻的白内障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白内障 他们觉得东西比较暗 可是他拿出来 他就哇 什么都是比较亮 什么都是比较白 什么都比较清楚 那所以说像 我们等于说 现在给老花 或同时又近视的人 有这么几种选择 那第一个呢 就是说 做镭射视力矫正 做Smile 或LASIK 或Evil Eyeshell 通过这个Blended Vision的方式 帮您让两个眼睛协调 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势力 那是一个选择 这是一个选择 还有选择就可以做单胶晶体 可以做多胶晶体 它是去换这个水晶体 手术可能稍微 风险比前两个要大一点 但是它也是个很简单的手术 对吗 白内障是在美国 做最多的手术 其实这就是白内障手术 对吗 像白内障手术 可是你还没有白内障 还没有白内障 你的筋体已经开始有问题了 对 有老花 不能弹性不好了 可是过来很多病人 特别他们55岁以上的 已经开始有轻的白内障 他们换的时候 他会觉得更清楚 更清楚 可能说先解决了 可是很多人他们说 我这么年轻 我没有白内障 我不要做这个手术 可是这个不是白内障手术 因为你要知道 做白内障手术 平常是那个普通的眼科在做 明白 他们做的办法 放进去的筋体 都一点点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的目的是 让你没有老花 这个类似白内障手术 但不是白内障手术 但是它能够帮助解决 提前解决白内障的问题 对 过来你就没有suffer 就是你白内障也是很痛苦 就是慢慢越来越不清楚 对 所以最好就是 你不要大眼睛 你不要有老花 你就可以做这个手术 可是我们要检查 看哪一个选择是最好的 明白 就有这样的一些选择 我想到这个换晶体 它大概手术恢复70多上 因为我知道 我们都知道激光很快 它就是一个same day 也是一样 outpatient 我们现在我们的center 就是这么样 就是你进去 可以做一只眼睛看情况 还是两只眼睛 同时间做 那做完了 你就是跟你朋友说 开始你觉得 有可能没有这么清楚 一两天后 你今天应该差不多 百分之一八十左右 应该可以function 你就两个礼拜 跟ICL一样 就不要捕太重的东西 两个礼拜 可是可以回去正常的 都是正常生活 对 这个贵吗 我想问一下 这个换晶体 跟ICL其实差不多 就大概可能是 等于说可能会比就是激光手术要贵一些 对 因为它毕竟是要去定制晶体 它也是 对 那个晶体比较贵 过来就是我们做的手术的 的那个environment 一点点不一样 比较就是 就是sterile的 因为这个是 眼睛里面的手术 我们就是有不一样的protocol 明白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上期节目做完了之后 很多网友都在问 就说我是外州的 有好多纽约州的朋友 在看我们的节目 你知道吗 他们很想问 就是说有没有能够 从外州过来做手术的能信 怎样会最小的减少 对 LASIK and LASIK SMALL 跟ICL 那个是非常容易 因为那个适应的时间比较少 OK 我们做这种的晶体 就是拿出来换一个水晶体 那个有时候有个适应 的时间 过来我们有新的 新的technology 在做这种 我们有两种的 这是换水晶体的 一个是我们放一个 multifocal lens 就是每个 记忆里都可以看到 对 可是有些病人 他们不能接受这种 所以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像一个blended vision一样 可是我们放这个晶片进去 是叫light adjustable lens 非常好 所以如果你做完了 你觉得我没有这么清楚 我们这个度是还要矫正一下 我们可以用一个光 就是打进去眼睛里面不痛 把你的度是调一下 可以调到三次 真的吗 就是如果做完了之后 觉得不清楚 然后你们还能够用光在术后 直接再给的就是更优化一些 如果你的blended vision 你说那个50度 我开始是觉得不错 什么都可以看清楚 后来我觉得不够 我可以帮你弄一个光 帮你调整变的气速度 这个是最先进的技术 对 刚刚approve差不多一年多 哦这个非常好 对 所以我们有一台这种的 哦那这个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不错 因为大家总是想有一个plan b 你知道吗 尤其像EVO ISO 你说它做完就可以取出来 大家放心多了 对 然后像这里说做完之后 没调整好没关系 就我们可以再帮你 术后再调整 大家放心多了 至少有三次的额外的机会 对对对 嗯那明白了 那也就是说其实呢 对于又老花又近时的朋友来说 那选择是非常多的 我们可以通过blended vision 去做激光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做多焦晶体 就是你远的近都能看清 或者是还是利用这个blended vision的这个理论 然后做您说的最新的那个技术 通过light 对 light adjustable lens light adjustable lens 可以说可调节光的晶体 对 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朋友来说 完全不用担心 首先那激光手术 他也不是说年龄限制那么死啊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利用他的一些生理上的 这样的一种特征 比如说年龄大了之后呢 会有老花这样的情况 我们来去做一个结合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都可以去联系我们的 iQ laser vision 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那林医生呢 在过去20年以来呢 是做了全美案例最多的smile 和evo icl晶体植入 同时呢 林医生也是被美国消费者协会评价 为美国顶级的眼科医生 同时呢 也是趋光联盟的创会成员 感兴趣的话就联系他吧 以上呢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对我们以前的节目内容感兴趣 像上一期我们讲到了 隐形眼镜的不耐受症的话 也可以点击屏幕上方的这个卡片 来看往期的节目内容 我是利亚 感谢林医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 下期节目不节目算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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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